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到QooCon代表Kiveno社区来做这一次的闪电演讲 我叫邓良 目前是快手融机运部门实习生 然后同时也是志向大学的再度研究生 然后这个演讲的主题的话是快速让您的团队上车Kiveno 所以这次的演讲我主要介绍使用Kiveno的好处 你说服您的技术团队使用Kiveno 那么什么是Kiveno呢 Kiveno是一个CoreNet的原生策略引擎 然后使用的CRD也就是Customer Resource Definition来 进行策略的定义 因此的话其实只要你熟悉Kiveno这一套Yaml的定义 你会觉得Kiveno的Policy就很好写 很好用 然后Kiveno的话它展示策略转入结果时生成的Policy Report报告 也是用的CRD 然后这个CRD的话其实我们是从Kiveno的Policy Working Group衍生出来的 然后Kiveno的话它作为它本质其实是一个AdmissionController 就是转入控制器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像这种Validate 然后这种验证镜像相关的能力 然后像Kiveno的话这里有一个亮点是 它同时还有这种Generate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当我们在创建netspace的时候 我们通常需要对netspace进行一些资源的配置 然后这种权限的限制等 那么其实Kiveno在这个时候就能去帮你自动创建 这些东西比如说Row Binding Resource Quota Limit Range等 然后这里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这些自动创建的资源 然后其实是可以是任意的CR 然后会像这里写的Kiveno 它其实是可以支持所有的Kiveno的type 注册上然后也包括这种Customer resource 然后因为Kiveno的话它是Native的 然后所以它所有的这种Patterns 所有的Policy的定义 然后它都是附用了Kubernetes的这种Object 像是Label annotation 然后Kiveno的话它可以用这些来做策略应用时的 这种像这种Resource的Filter 然后同时的话Kiveno也是理解这种Pod和PodController的 比如说这种Pod workload的 就像说假如说你有一个Policy是定义在Pod上的 那其实Kiveno就可以帮你自动转换 并且覆盖到所有的Pod workload上面 包括像StableSets 那个Department等等 然后另外的话Kiveno现在也是有一个快速成长 且活跃的社区 然后坚持今日的话 我们Kiveno在GitHub上已经是有了5500多的Star 然后330加的Contributor 然后我们的SelectChannel的成员也有3100多 然后在Kiveno的功能中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 然后我们要去增强集团的安全性 并且简化说我们在Kiveno环境下的一些合规性的工作 然后这里其实主要就涉及到有关PostSecurity相关的配置 那么早期的Kiveno 早期的Kubernetes其实是用的PostSecurity Policy 也就是PSP 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引进到了PostSecurity的Standard的PSS 然后现在原生的PSS其实是差不多有16个Standard来定义PostSecurity相关的配置 那么Kiveno其实对这些能力 不管是PSP还是PSS其实都是集成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定义Kiveno的Policy来帮助用户实现 比如说我们使用Pol的或Workload的这种Security 然后同时的话Kiveno其实还进一步实现了这种5Grand的PSA 就更吸力的PSA 然后这里举个例子的话 就像我们在PostMatch场景的时候 我们通常需要在Pol中其他容器启动之前使用一个InitContainer 然后这个InitContainer就会来重写路由规则 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InitContainer就需要一些特权 比如说像左边这样图里面 这个比方说这个NetAdmin和这个NetRoll 而Kivenet官方的这个PostCodeContainer 它其实是禁止这些额外的权限的 那么其实在Kiveno中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5Grand的这种PSA 来紧针对该InitContainer做更吸力度的这种Execlue 就像我右边图里显示的这个Policy一样 我们可以对这个InitContainer的这两种额外权限 然后去做吸力度的Execlue 然后这在官方的这个PSA中其实是做不到的 那么Kiveno社区的话 目前也是在持续的及时的去跟进社区的最近进展 这里提到的像这个ValidatingAdmissionPolicy 其实就是在Kivenetis1.30中全面开放的 用于在原先ValidatingAdmissionWebhook的这样一个特性 然后Kiveno的话目前是已经集成了这些新特性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定义Kiveno的Policy 来自动生成ValidatingAdmissionPolicy 和它对应的这种Binding的这种资源 然后那么在未来的话其实Kiveno 我们也会去集成像那个MutatingAdmissionPolicy 然后这个特性的话其实Kivenetis社区还处在KEP状态 然后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功能之外 然后这里也就列举了一些Kiveno的这种热门的应用场景 然后Kiveno的话可以作为跑在class中的转入控制器 以及这种Background的scanning controller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在这种CICD的pipeline里面 然后我们就用Kiveno的CLI工具 然后来帮助我们去verify一些这种静态 然后具体的应用的话就像 刚刚讲到像这种Policy相关的 还有像DevOps这边的话 其实刚才举了场景 就是说当我们在创建NASPACE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些自动化创建资源的一些能力 然后在Fanels这边其实有些应用 比方说Kiveno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 这种QuotaManage 然后这种PolRequest and Limit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成本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Kiveno项目的一些地址 包括文档Snell BlackChannel 然后周慧等 然后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Kiveno社区 然后周五下午的话 Kiveno这边也会有一个正式议题 来讲说我们如何在正式环境中去部署Kiveno 然后以及它需要在市场环境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摄像 然后那么我今天的审演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